3月26日 影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两只怪兽就要再次正面交锋了 虽然在1962年金刚就为哥斯拉做过核酸检测 但是在传奇一年的怪兽宇宙当中 他们俩还是第一次开战 为此美国博彩公司还在推特上发起了一场投票 哥斯拉被41个州选为此次决战的赢家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蝙蝠侠大战超人上映之前的盛况 长大后的金刚已经与怪兽之王拥有的相同的体型 而且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在地心世界中金刚也找到了对付哥斯拉 原子吐息的战俘 一位是体型庞大 自带核能的远古泰坦 一位是智商高超 手脚灵活的巨人遗孤 你认为谁会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 选哥总的在弹幕里扣1 选金刚的在弹幕里扣2 为了大家更好地看懂金刚大战哥斯拉 老马决定为大家好好梳理一下传奇怪兽宇宙的时间线 并结合东宝的哥斯拉系列IP 详细解读电影所涉及的故事背景和文化内涵 以便与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与怪兽之间的关系 1954年田中有幸 本多猪四郎和远古英尔拍摄了第一部哥斯拉后 美国的电影公司就对这只丑萌的怪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6年 好莱坞将出版哥斯拉引进之后 为了能够让美国观众所接受 还进行了一些本土化改造 加入了一个记者的角色 到了1992年 美国的三星影业向日本东宝公司获取了授权 还邀请了独立日的导演罗兰·埃穆里奇 准备再次拍摄哥斯拉 然而埃穆里奇与东宝公司在创作上产生了旧大分歧 并没有邀请东宝公司的人进行参与 在形象设计上 美版哥斯拉的脑袋变得又大又宽 标志性的背脊也缩小了 在设定上也成为了一只被辐射影响突变的大西衣 影片上映后被许多哥总的粉丝吐槽 不愿意承认这只西衣是哥斯拉 从而改名为斯拉 不仅如此 2004年上映的《哥斯拉终极决战》中 导演还特地安排了一次正版哥斯拉和斯拉的对决 斯拉短短数秒就被正版的哥斯拉用射线炸死 还被电影的大反派吐槽 吃鱼的家伙果然不中用 在电影王牌《大剑谍3》中 《大剑谍》麦尔斯驾车时 撞上一个哥斯拉的模型 这时的一个日本演员吐槽道 这会儿看起来挺像哥斯拉 但他绝不是我们的哥斯拉 此处也可以看作是日本人对1998年美版哥斯拉的不满 时隔多年之后 当传奇影业看到漫威和DC都有了自己的电影宇宙 哈利波特都能构筑外传系列不断丰富自己的世界观 为什么手握一众怪兽电影制作版权的传奇影业 就不能构筑一个怪兽宇宙呢 于是等到哥斯拉形象诞生的60周年之际 东宝公司和传奇影业达成协议 共同打造怪兽电影宇宙 在追求震撼视觉效果的同时 加入更多的思想内核和故事线 从而让怪兽宇宙的世界观更为宏大 与东宝公司所制作的哥斯拉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传奇影业加入了帝王组织这一设定 无论是哥斯拉 金刚之骷髅岛 哥斯拉之怪兽之王 三部电影还是作为补充的 骷髅岛之金刚的诞生 哥斯拉之觉醒 哥斯拉之余阵三部漫画 都可以看到帝王组织在整个怪兽宇宙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之一的组织 最初成立目的就是为了追踪神秘生物 以此保护人类 1943年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艘轻型巡洋舰 遭到不明生物击击 导致全体指战员除一人以外 全部丧生或失踪 1946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建议下 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成立帝王组织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太平洋中 出现的那些军队 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国家安全 造成威胁的未知生命 帝王组织成立后 立马联合了美国与日本的科学家 对劳顿号事件进行调查 1946年至1954年 死亡之群在世界各地频繁的袭击人类 引来了哥斯拉的现身 在几轮战斗后 哥斯拉用原子土稀击败了死亡之群 仅有分裂出的一部分逃离了现场 与此同时 帝王组织在跟踪他们的过程中 也吸收各领域的一些精英人才加入其中 1954年3月1日 美国军方在位于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的 比基尼环礁上 试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枚青弹 贺彩城堡 这次行动成功杀死了死亡之群 然而哥斯拉却毫发无伤 反而因为这枚青弹而吃饱喝足 返回海底继续去睡觉了 为了掩盖真实的目的 美国军方也一直对外宣称 这只是一场核试验 在贺彩城堡行动之后 帝王组织便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哥斯拉以及其他怪兽的踪迹 可是随着冷战的来临 哥斯拉的消失 帝王组织的工作 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帝王组织建立之初 不仅可以招募各领域的人才 还可以调动部分国家的军队 甚至还拥有一个神秘生物的博物馆 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初 帝王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作为劳顿号事件的唯一生存者 帝王组织的初代成员比尔兰达 立志要在有生之年找到这些怪兽 这也就衔接了影片 《金刚之骷髅岛》所讲述的故事 1973年 随着美国人民反战情绪的高涨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宣布结束越南战争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要是在这个时候 找到泰坦巨兽存在的证据 就可以重启帝王组织计划 为此他找到了长春藤联盟的高材生 休斯顿·布鲁克斯 并把他招募进了帝王组织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地球空心论的论文 认为地下世界有待探索 于是两人就厚着脸皮 去找白宫议员拉赞助 以陆地卫星计划为掩护 去勘探人类未知的骷髅岛 早在1933年上映的《金刚》中 并没有提及骷髅岛的名字 只是大概描述了岛的位置 这个失落的世界 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 即使偶尔有失事的船员登上这座小岛 他们所带回的信息也都是极其有限的 而在影片《金刚之骷髅岛》中 骷髅岛是一个被极端恶女的云团 所笼罩的神秘海域 比尔兰达通过卫星所拍摄的一张照片 得到了议员的同意后 就在越南招募了斗森饰演的康拉德 摄影师韦福 在局长帕卡德上校的护航下 乘坐军用直升机进入到了骷髅岛 早期的帝王组织成员 认为这些未知的泰坦巨兽 是没有自我意识或任何理性认知的 并且对人类充满威胁 所以他们进入到骷髅岛之后 为了利用地震波汇至岛上地质环境 他们毫不犹豫地对海岛投掷炸弹 最终引来金刚的报复 人类在这些泰坦巨兽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一群人乘坐直升机的场面 与现在起实度的开场极为相似 以为拥有强大的杀伤力武器 就可以为所欲为 殊不知对于金刚来说 也不过是打了一次飞机而已 并没有爽到 散落在骷髅岛各处的人群 逐渐分为两路 一直是以康拉德为首的探寻队 他们的目的是在两天内 顺利到达骷髅岛的东北角 等到后援队的营救 在行进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性格较为温顺的巨兽 孤娇牛魔 然后误打误撞的 走进了伊威族的领地 还遇见了1944年 就遗留在此的美国空军 汉克马洛 在大活子汉克马洛的介绍下 康拉德一群人 才了解了金刚的身世 不过在这部电影中 只是简单的介绍金刚世代 都住在骷髅岛上 可能也是他们种族最后一个 为了弥补这部分剧情的缺失 传奇影业还发行了 骷髅岛之 《金刚的诞生》这本漫画 早在几百万年以前 一直生活在骷髅岛上的金刚家族 金刚家族的成员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最后只剩下了金刚的父母 两位最强壮 最聪明的巨员 是他们种族最后的希望 就在金刚的母亲临产之际 一群骷髅爬虫袭击了他们 金刚的父母为了保护金刚 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躲在洞穴中的金刚 虽然逃过了这一劫 但是他从小就带着仇恨 要为死去的父母报仇 汉克马洛还向他们解释 之所以会遭受到金刚的袭击 是因为他们所投掷的炸弹 让更多的骷髅爬虫钻了出来 所以金刚十分生气 然而生气的不仅只有金刚 还有局长帕卡德上校 被金刚袭击后 他眼看着自己的手下 一个个死去 发誓要杀掉金刚 他与金刚对视的那一幕 还真有点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 帕卡德带着几名幸存的手下 在与康拉德一行人会合的途中 遇到了酸竹猪行这只巨手 高达7.7米的他们 生活在骷髅岛茂密的竹林当中 完全禁止的时候 他的长肢在竹林的掩藏下毫无破绽 因此帕卡德还损失了一名队员 在伊威族人的帮助下 汉克马洛利用自己改造的船 带着康拉德一群人离开了部落 并与帕卡德上校一群人进行了会合 原本打算一起乘船 前往东北部的集合处 但是帕卡德 执意要去直升区坠落点 取回弹药 干掉金刚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遭受到了骷髅爬虫的袭击 要不是金刚挺身而出 一群人估计会被团灭 由此可以看出 金刚对于人类的情感是十分微妙的 一方面 对在骷髅岛上的伊威族而言 他是守护神 另一方面 对于像帕卡德这样的破坏者来说 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拍死 虽然金刚之骷髅岛这部影片 整体上的质量较为一般 也没有太多打斗的场面 但是为整个怪兽宇宙 填充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也对之前东宝的哥斯拉系列有过致敬 比如金刚拔起一棵大树 扔向直升飞机的镜头 以及金刚向骷髅爬行怪投掷巨石 都可以在1967年的金刚逃生中找到影子 除此之外 金刚被铁链缠住难以动弹 这一幕令人想起1933年老板电影里 被锁在铁链中的金刚 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游行示众的画面 在最后的打斗中 金刚抓住骷髅爬虫的双颚 试图掰开以置对方于死地 这一招式其实是金刚对付暴龙的必杀 在1933年原版和2005年重拍版中都出现过 而影片的开场 美国空军汉克马洛与日本航空兵俊平一光 因坠机而掉落在骷髅岛上 俊平一光追着汉克来到悬崖边 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 两人的精力似乎预示了金刚和哥斯拉终有一战 然后不可避免的和好 最后一起对付更强大的敌人 1973年的骷髅岛的勘探虽然不成功 但还是将许多信息带回帝王组织研究 其中就包括相当部分的原著名壁画 从那些壁画中 帝王组织的科学家们发现 在人类出现之前 地球实际上是由这些泰坦巨兽统治的 这些泰坦巨兽生活在太古时期 地球是一个充斥着岩浆的世界 没有水也没有氧气 像哥斯拉这样的泰坦巨兽 如同现在的人类一样生活在地表 2.51年前 一颗流星与地球相撞 迫使哥斯拉这样以辐射为十大型生物 潜入到靠近地球核心的深海处生存 这些远古泰坦之所以会再次出现 主要还在于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带来的巨大辐射 吸引了部分泰坦巨兽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哥斯拉和死亡之群 他们都打算前往爆炸原点 吞噬核辐射 为了争夺食物 而广岛发生了一场恶斗 除此之外 帝王组织的科学家还发现 1952年发生在伦敦 造成4000多人死亡的烟雾世界 也是由一只泰坦巨兽 煽动翅膀 产生出来的反弃悬而导致的 而且这些泰坦巨兽 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来去自如 很有可能是地下存在着连贯的通道 随着研究的深入 帝王组织内部 在对抗这些泰坦巨兽的行动上 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交给 物尽天子的自然法则去处理 比如秦泽婴儿的儿子 秦泽诸四郎 加入帝王组织后 就认为哥斯拉的出现 并不是想伤害人类 只是想保持泰坦巨兽之间的生态平衡 另一派则延续帝王组织老成员的观点 认为这些泰坦巨兽 没有任何的理性认知 主张介入并积极控制 1991年 帝王组织在墨西哥的德马拉火山 发现了拉顿的巢穴 便将整个地区都指定为了隔离区 不久后就建立了56号前哨基地 1999年 秦泽教授因环球西部矿业公司的邀请 来到了菲律宾 一处矿区的坍塌现场 在滩塌矿穴的底部空洞 他们发现了巨型爬行类生物的骨架 骨架上还有两个未知包子 其中一个已经破壳而出 跑去了日本的战吉拉核电站 帝王组织终于得到了 梦寐以求的活体巨型生命体 将其称之为木托 其实早期帝王组织 将所有的未知泰坦巨兽都称为木托 也就是大型未知路上生物的缩写 只是在2014年上映的哥斯拉中 将这两只虫子称为木托而已 随着哥斯拉的出现 帝王组织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 他们的活动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人类与泰坦巨兽之间的关系 要重新开始审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下期视频会为大家继续介绍 帝王组织的相关行动 也会为大家仔细分析 哥斯拉和哥斯拉之怪兽之王中的细节 欢迎大家积极点赞 作为老马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